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是一位56岁育有一儿一女的母亲 在儿女都成家后顶着压力 坚决和丈夫离了婚 原因仅仅是性格不合 不想再为了儿女苦苦熬下去 文莫留言里 多是佩服这位母亲勇气的读者 因为在世人眼里 一把年纪还离婚的女人 往往会被认为是老不正经或者是作 就连作者的儿子也用善良不正四个字 来形容母亲的行为 到了年龄就该结婚 结了婚就该有孩子 上了年纪就不该想着离婚 这似乎成了世人约定俗成的标准人生轨迹 只有按照这个轨迹生活的人 才是正常的 如果有谁偏离了轨道 就会被所有人当阶级敌人来看待 电影《芳华》中的女主角何小平 因为自己的身世 家境和性格 使得她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融入文工团 这个对她抱有偏见的集体 而被称为活雷锋的好人刘峰 本应该是一个讨喜的人物 但她却因为自己近乎完美的善良 遭到了团友们的嫉妒和排斥 似乎想要在这样的集体中获取安全感 就必须努力去掉自己鲜明的标签 过着从众的集体主义生活 不过于耀眼 也不过于不堪 因为和群才是所有人的保护色 但努力和群的人生 想必该是无聊又无趣的吧 王小波说 我活在世上 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遇见些有趣的事 如果连做自己的勇气都没有 趣味从何而来 《无声告白》里的男主角詹姆斯 从小生活的阵子里 只有他们一家华人家庭 虽然成年后的詹姆斯 顶着哈佛光环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但他一直以来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还是长久地困扰着他 而另一位女主角玛丽琳却不一样 他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的女性一定要寻着传统女性的人生轨迹 倾其所有为家庭奉献 所以 玛丽琳一辈子都在反抗母亲为她安排好的一切 并在婚后走上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在男性占主导的医疗行业中 成为了一名技术精湛的女医生 如果是你 你更愿意做詹姆斯 还是玛丽琳呢 其实努力合群和做自己都需要付出代价 你想要合群就需要刻意迎合 付出努力 你想做自己就要遭受不理解 甚至忍受误解 没有哪个选择可以不积后果和代价 但不同的是 前者容易受伤 也容易获得他人认可 后者容易受伤 也更容易做自己 明眼日一看就知道 过哪一种人生 更有趣 更滑得来 刻意合群的社交 大都是无效的 很多人认为 合群就等同于人脉 就是去钻研人际关系 但其实 很多刻意的合群 大都是无效的社交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阵 长辈们总是教导我 一定要多认识一些人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敌人就少赌墙 我谨遵教会 易改学生时代内向的形象 开始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 只要有机会 我都应邀参加 主动和人家认识一下 后来我逐渐发现 这样的趋意迎合 失去的 其实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就像那个乔夫和牧羊人的故事 乔夫和牧羊人在野外相遇 牧羊人手里牵着的羊在吃草 于是拉住乔夫 要和他聊天 乔夫停下来 和牧羊人唠嗑了一整天 羊吃饱后 牧羊人回家 乔夫却空手而归 本来乔夫只要说一句 不好意思 我还有柴要砍 就可以拒绝牧羊人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而是为了迎合 浪费了一整天的工作时间 刚刚工作的时候 正好是学习充电的绝佳时期 为了所谓的人脉 参加一些可有可无的饭局 同样是浪费时间 因为这些无效的社交 大多不会转化为真正的人脉 你花时间用真心投入所有精力 除了感到没那么孤独以外 别无所获 就像作家杨奇涵所说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学生 上午围观了成龙的新片发布会现场 下午旁听了马斯金的制度经济学 晚上买票参加了李泽楷的慈善晚宴 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即便你在朋友圈或微博上 向世界人民描述你和成龙 马斯金 李泽楷等等 多么多么熟悉 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向成龙要签名 成龙的保安依旧会拦住你 马斯金不会给你写推荐信 李泽楷也不会跟你合伙做生意 并不是你参加了一个饭局 就拥有了所谓的人脉 如果你自身的价值得不到认可 对他人无用 别人也不会慷慨地 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你 社交性的饭局 说白了就是一种资源交互 你没有可以提供的资源 对方的资源也不会倾斜到你身上 所以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效社交上 不如多投入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用暂时没有真正朋友的时间 去完善自己的能力 待到时机成熟 圈子不请自来 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 只是暂时的 用人格和心意吸引来的朋友 才能长久 丰富自己 比取悦他人 有力量的多 通往优秀 从拒绝盲目的合群开始 六七十年代 北大荒 有一名非常不合群的男知青 别人打牌时 他在记单词 别人睡懒觉时 他早起读英语 同行的知青都不喜欢他 觉得他是装深沉 假正经 更有领导 找他谈话 你一定要合群 不然会被其他人排斥的 他不听 继续一边干活 一边钻研学问 1978年恢复高考后 他凭借自己的能力 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 成为一名25岁的高龄学生 后来 这个男知青 凭着出色的英语水平和文笔 进入了外交部工作 再后来 他当上了外交部部长 这名男知青就是王毅 这个故事 让我想起一句话 英雄 永远是孤独的 只有小喽啰 才扎堆 为什么优秀的人 往往不合群呢 因为 他们大多拥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也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 能够在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里 自由又有计划地 安排自己的时间 从而内心笃定地去做自己 这里说的不合群 不是桀骜不逊 更不是狂妄自大 而是在支持他人生活模式的同时 保有自己的思想 正如羊群效应里说的 我们要意识到 自己的决定 不应该建立在 其他人怎么做的基础之上 尽可能要基于客观事实 先前的经验 以及自己的判断 这个决策判断的过程 就是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过程 一个优秀的人 不但能在群体中保持清醒 更有自己的思想 也更能耐得住寂寞 他们并非生活在世界的边缘 只是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静静地思考 不断地成就自我 逐渐向着理想迈进 核群 才是堕落的温床 淘汰的开始 乌核之众里 古斯塔夫勒旁 有段话 说得特别在理 人一旦到了群体之中 智力就严重下降 为了获得所谓的认同 愿意抛弃是非观念 用智商去换那份 让人感到安全的归属感 希望还在努力核群的你 能够领悟其中的道理 拒绝盲目核群 聆听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通往优秀的开始 最后 用斗镜彤 代言SK2时说的一句 酷炫的宣言来做结尾 Destiny is a matter of choice 命运关乎选择 我要听从 内心的选择